我叫前彦云 我在一家丹麥的企业当法律顾问 我叫黄楚忠 我现在在杨敏大学当助理研究员 我是脑科学博士 我是好丑 他傻傻的样子应该就是听不到 第一印象 很有礼貌 然后第一次因为是在中华艺术工练习跳摇摆舞 他当时已经跳得很好 然后我还刚刚开始学 然后我就有质疑他跳的方式是不是对吧 然后他就很耐心的跟我讲 然后教我 我就觉得很少遇到这样个性的男孩子 第一感觉就让你觉得相处很舒服 你头往右转 那时候第一次见到他 就是在那个 跟上海的朋友去练习嘛 练习跳舞 那时候我就被叫去跟他练swing out 那时候我应该已经跳两年了吧 然后他见到我 我就带他跳 那时候应该只跳三个月吧 然后他就说 swing out是这样跳的吗 好像不是吧 我想说这个人 真是永远不是台山 完了这个人播吗 他家门口 我家门口 我觉得完蛋了 我的心情是 就是没有一片空白吧 就 就觉得好像是 等了很久的人吧 嗯 怎么办 其实我有点不记得 当时应该是觉得 糟了糟了糟了 糟了 怎么会做出这么冲动的事情 这要下去 是不是要谈远距离恋爱了 其实有点 又开心又很紧张 你在写算是吗 诶 是吗 不是吗 糟了啊 这个可以剪掉吧 我们是2015年啊 对啊 不是16 怎么会是16呢 四年不到吧 到底是什么时候在写 就是11月6号 对啊 15年的11月6号 15年的11月6号 到底是谁算数不好 大家帮我们算 他 哇 他外表看起来 跟他私底下 差还蛮多的 就是外表可能 嗯 特别是不孝的时候 比较严肃 然后 他心思很细腻 然后我的个性 其实还蛮 嗯 大打咧咧的 然后可能很多 事情上面 他想得比我周到 然后 刚刚我说到 他会给我很多 小的惊喜 惊喜是 是 特定的节日 特定的日子 他会 用他特别的方式 啊 啊 给我一种仪式感 他是一个很 算是乐观的人 然后很大方 然后 很得体 就是在人的相处上 知道很多小细节 然后 又很会欣赏周边的 好的事情 就是相对于我 其实是比较一个 悲观 想坏的事情 对 所以 有他在 我都会 很开心 就很喜欢看到他 笑 确实有些话 没有跟你讲过 嗯 你听得见吗 没有听不见哦 嗯 就其实刚 刚有一瞬间 就 就 有点想哭 为什么呢 就 嗯 可能是想到了 就是 从开始到现在的 一些 一些片段 然后 就其实每一次 跟你分开的时候 就是 送你回 送你回台北 然后 我一个人在上海的时候 就是 一直会有一段时间 我是 嗯 心里 会很难过 然后 然后就是 嗯 然后现在 就突然觉得 嗯 回想 那个时候的 我们 跟现在的我们 嗯 我觉得 我很感谢你 嗯 一直以来 嗯 对我的包容 然后 在 我们两个人 都很累的时候 你依然 嗯 会选择 为我 嗯 去做一些事情 每次我打开家门 看到 嗯 分开着 看到你 啊 在那里 做饭的样子 我觉得 嗯 真的是我每一天 最期待的那个一幕 我会努力 就是 嗯 多做让我们两个都会 啊 未来想起来 嗯 很有 印象 然后 会感动的事情 因为有你在我的身边 嗯 嗯 当我遇到一些 我很困扰的事情的时候 嗯 都是你的某一句话 让我对 让我对 我的生活 我遭遇的事情 有了不同的看法 你真的很像我 我生命里的那个 很特别的力量 嗯 嗯 就是 我就听得清楚 难怪你刚刚 讲那么久 嗯 我觉得 跟我在一起 应该也是很辛苦吧 我这么 很悲观 然后 有管东管西的 嗯 就是 好像是不是 控制率太长了 我应该要检讨一下 嗯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 结婚以来 最幸福的时候 就是 我都还没有说什么 就是回到家 能看到你在那边等我 然后 帮我做饭 什么的 那时候真的是 觉得 很感动 但我没有说出来 嗯 我们 一路过来 然后你都还那么包容我 这一些 古怪的脾气 跟古怪的点 嗯 但我觉得我们两个啊 也慢慢的开始找到 跟彼此相处的方式 跟默契 对 本来开始 结婚也是有点紧张 但 这几个月相处下来 我觉得 应该没有那么可怕 我觉得我们两个 可以 然后 对 我 目前 愿意 我还愿意 我未来可以愿意 就是 继续照顾你 那也请你 还是要继续包容我的 怪脾气 然后 不要 常常发脾气 你会变老 脾气 对不起 但是 在一起这么久 会让你很晚睡 让我以后会 努力让你继续美美的 清早 让你去不用工作 让他们 我们可以去环游世界 完成我们的梦想 好 好 好 我们就牵手走过吧 好啊 你就走咯 好 好 还要甩 哈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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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